咦,哪里来的声音呀,竟然把我给吵醒了,真可恶 紧急通知,樱花小镇出现一只妖怪,它有一双黑色翅膀,它的脸长得跟狐狸一样 它出现过的地方就会出现绿色烟雾,貌似是一个狐狸怪,相当可怕 据说远古时期就有过这样的妖怪了,它是靠吸收人类的灵气存活 让你全身无力,走路都会摔跤,所以大家动动小手点一点,不然它很可能就会找上你了 小伙伴们,你们害怕吗?反正我不怕,我才不会怕它这个狐狸怪,它能把我怎么样,还有点困,再去睡一会 系统,我今天的灵气吸的还不够,帮我检测一下有那个小孩没有过去吸它的灵气去 主人,我来了,刚检测到前面有个小女孩不愿意交保护费 可恶,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,看我等下怎么收拾它 就是你这个小屁还没有给我能量是吧,接下来该我表现了 吸了它,感觉功力大增,好了,我该去找下一个 终于睡醒了,怎么感觉睡得一点都不踏实呢? 全身无力,哎,不管了,还是先去吃点东西吧 咦,今天怎么回事呢?怎么走几步路就摔跤? 小可爱们,你们知道为什么吗?